那另外一头这个南韩 南韩这个尹熙悦 这个上任之后 当然是完全是美国战队 我们看到有几件事情 让北京非常火大 一个是6月22号 通过这个萨德的环平 那接下来大陆很多标题 就是说萨德要盖好盖满 是不是 为全面部署萨德来铺平道路 明年开始全面部署 会被用来击落北韩的短程 中程导弹等等 它可以侦测到大陆跟俄罗斯 另外一个 最近大陆网友也是炸锅了 韩国航空主动暂停了部分 飞往中国大陆的航班 那当然他们有很多解读 来的人没那么多 你大陆还没有开放观光等等 但是陆媒不这样认为 觉得其实在暑假期间 很多大陆民众 去申请观光签证等等 去申请各式各样的 什么留学签证 全部被阻挡或是被搁置 那其他还包括 刚刚讲的萨德 还包括行海民事件等等 都让北京非常不开心 这个航班事件也被认为是 故意再让北京更不开心 那韩国坦白讲 现在已经超乎了我们的理性的理解的范围 因为我跟介大使我们常常一体上节目 不管从战略面 从经济面都找不出 不影席月的逻辑在哪里 但是难得一见的韩国外长讲了一些好话 对不对 这个是外长 对啊 我说外长讲了一些好话 那你知道昨天又发生一个事 韩国的渔船突然集结在东海 挑战中国的那个飞捕渔记 80艘 然后中国大陆把他们驱赶 结果韩国又来了20艘海警船 你知道吗 我们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然后韩国的侦察机居然飞到黄岩岛 他飞到佛利宾黄岩岛 而且还降低高度 故意要让你看到 我就不知道 隐习月是不是头壳发烧了 真的不知道 所以因为我们是习惯用理性思考的人 我已经找不到他的逻辑了 他突然之间觉得他很大很强 他都没有想到他那个萨德 如果真的布局之后 他会遭到的中国大陆的反弹 会有多大 因为我坦白说那个X波段 绝对不是针对北韩的 你怎么可能针对北韩呢 你可以往前看一千公里 你看到哪里去了 大概整个东北华北都被你看光了 事实上就有人爆料 说那个萨德飞弹布置就是为了 万一中国跟美国开打 要发射洲际核导弹的时候 可以帮美国争取预警时间 就你如果装在韩国 那中国大陆一发射 他就会知道那个讯息 所以美国就会多了几分钟的预警时间 那根本就是为了美国嘛 这个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 你说你要把它打下来 你不要做梦了啦 怎么可能用那个打呢 那个北韩距离韩国这么近 尤其是首尔那么近 人家用那个火炮就可以打到你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 大家心知肚明啊 那尹锡悦现在就是一副 就是要让他布置嘛 往前走的样子嘛 对不对 他现在没有一个动作是示弱的啦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件事 让他抓狂啦 这个已经脱离了理性范围了 因为他那个最恨的在野党 现在也去访问中国啦 就是上次行海民间的那个李在民啊 然后李在民现在去访问中国大陆 那又是讲同样的逻辑 说我们跟中国不能脱钩啦 那那个尹锡悦就说 这种话怎么可以你讲 应该伦我讲 对啊 所以坦白说这个也有一点 这个反应就有点类似陈吉仲 回应然后沁林啊 你懂我的意思 中国也搞不清楚陈吉仲的逻辑啊 对 这个就是同一种同一种状况啊 就是这样啊 人家姚劝庆搞了638天 搞定了凤梨四家可以卖大陆 那陈吉仲很生气耶 就有点类似这样啊 就说你怎么不来找我 你怎么可以去找在野党呢 有点这个味道啊 布林肯去之后呢 拜登就讲了这个独裁者嘛 独裁者这个事情闹得非常非常的大 对不对啊 他是要帮他的爱将布林肯出气 六月二十号呢 他骂这个习近平独裁者 但是很特别啊 大家看到什么 呃台湾媒体 我们大家大幅刊登嘛 但是你们发现 大前在陆媒当中 各大网站都找不到 这个独裁者关键词 你到陆媒到微博到各地方 打拜登 骂习近平独裁者 通通找不到啊 我们今天找了各个媒体 那唯一一个 在微博搜到比较接近的 就是你记不记得那天 大陆外交部这个发言人毛宁 记者会的时候 那有媒体问他 关于拜登骂习近平独裁者 有什么看法 毛宁不是讲了三个严重吗 但是我们看到这篇 在微博的描述上是怎么样描述 来导播把它拉出来 我觉得这篇也很有意思 也就是说呢 导播有看到吗 在素材框里面 也就是说在整篇里面 他还是屏蔽了习近平跟独裁者 但是看到没有 来制作人 在素材框里面 也就是说呢 他在整篇里面 他有论述 毛宁的回应都有 他只说呢 对美方的说法 大陆外交部表示强烈不满 但是美方什么说法 他没有讲 其实这个说法很重要嘛 主要就是拜登骂的 拜登讲得很重要啊 还有什么独裁者很重要 因为这个词汇就是人身攻击 看到没有 这是微博里面 唯一找到一个比较接近 当天 因为在台湾是大幅刊登 有没有 中国外交部不满拜登言论 毛宁表示美方有关言论 极其荒谬 极不负责 是公开的政治挑衅 美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反对什么呢 他没有讲独裁者 这个关键字 他只有讲路透社报道 拜登出席募款参会 讲到气球等等等等 就是没有独裁者 有没有 独裁者不见了 但这一篇呢 还算是有刊登 其他呢 你倒像什么 微信公众号啊等等 这么大的新闻 几乎是完全没有 我要问一下大千 你觉得北京的顾虑是什么 这么大的事情 是担心挑动民族情绪吗 为什么完全被屏蔽掉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北京还是为了中美关系 留下了一点余地 就是说如果他把所有拜登的谈话 都原文照灯的话 就像刚才秀芳讲的 马上就炸锅了 整个中国大陆的民族情绪 现在这么高涨 那么如果他们知道 拜登讲的原文是什么 全部的内容是什么 那么必然这个局面就很难收拾了 除非今天美国做更正 或者是美国道歉 但是显然看起来 白宫跟国务院也没有打算 去更正这个拜登的说法 所以在这个情况 而且布林肯还在补刀嘛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会陷入了一个 完全扯破脸的局面 但是从北京在这个 国内的这些新闻的调整上 你就可以发现说 他们当然还是预留了一些空间 就是并没有让这样的一个摊牌 立刻摊牌 他们可能给了美国一些时间 或者是现在彼此私下 还可以再做一些运作 包含像刚才我们在讨论的 那个杰尼耶伦 他到底能不能够去北京 像耶伦某种程度来说 他已经是比雷盟多 跟这个戴琪相对温和的 美国的官员 所以你说照正常的 这个逻辑来推断 当然北京让叶伦去的可能性不低 因为他相对来说是比较友善的 那就算在拜登的谈话之后 叶伦在出席这个国会听证的 还有一些相关活动的时候 他仍然是再一次的强调说 这个美中关系不应该要脱钩 美中关系要维持一个很好的互动 那么但是问题是 叶伦这一次去北京 显然就是要让北京出钱了 那么所以这陷入了几个考量 就第一你要不要让叶伦来 你要不要让叶伦来 第二个他来了 他提出来的要求你要不要接受 这现在北京的筹码是在北京的手上 那么在国际政治上 通常都是谈好了才会来 不是谈好什么东西 是谈好了相关的条件 彼此能不能够接受 所以叶伦能不能够来北京 我相信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积极的磋商 那么北京必然会提出一些条件 那就看美国要不要买单 那美国如果买了单 他也许会让叶伦来 但是你看他买单的程度的高低 所以就说北京的门都还是开着 当然就好像布林肯 虽然说这个关系不好 但是布林肯还是让他来 但是来完之后 还是闹了这么一出极不愉快的 甚至关系恐怕比过去还糟 因为这个事情到此刻为止 美方就觉得讲的是对的 布林肯也在讲 我们拜登老大讲的都是对的 对不对 了解